欢迎全球青年来到元宇宙 来听听关于梁祖的故事 梁祖文化对后世中华文明的影响 以玉器为代表 有很多的元素都得以在后世的文明里边得到了传承 这是一种非常精密的控水结构 水利专家其实看见了这个东西 他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 稻祖文明是梁祖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我们把梁祖文化称之为一个摄政中华五千年文明 这么一个圣地 原来我们以为是有一点文明的曙光 这么一大套系统 它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 它能做什么 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国家 我们邀请全世界的青年 来参加梁祖中华文明全球青年分享会 快来梁祖寻找你们想要的答案吧 梁祖古城位于两山中间 三重城园加合筑城 水利系统作为城池规划的组成部分 起到了防洪 运输 用水 灌溉等作用 梁祖古城凝聚着古人的智慧 也引起了无数人的好奇 我们选取了大家最关心的几个问题 请看大屏幕 梁祖的水利工程5000多年前就见到了 到现在还在使用 可以带我去看看梁祖时期留下的水利工程吗 那么我们不妨跟着爱与党 和成龙两位同学的视角去一看究竟 那我们出发 成龙 你说梁祖古城的外围水利系统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梁祖的水利系统由 堤坝 高坝和山前长堤组成 我们现在去的就是堤坝 广州们 你看 那里就是了 那里吗 那我们快去吧 走吧 谢谢大家 利用了自然山体 大大的减少了建筑的土翻量 节约了劳动力 你们看部分霸体内还堆住了草果泥 那它的主要用途有哪些呢 两组古城的外围水利系统 主要是用于黄红 蓄水 灌溉 运输等功能 与两组新民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